辽宁队二人满分 三人却拖了后腿 张震宁跟张宁王城大爆发 有望入选囊囊的处立阵容 如今的CBA三大球队 最有机会争夺冠军 并且展开了激烈的比赛 我们讨论一下两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辽宁队118比112 击败桑西队 迎向比赛的胜利 同时两人打出了满分水平 三人却拖了后腿 提到近期的比赛 大家会发觉 辽宁队整体发挥 最为优秀的当属张震宁 因为张震宁居然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创造了他的生涯新高 直接拿到了47分 张震宁直到如今 当之无愧成为了CBA的超级巨型 因为他的比赛数据 扣狼得分 以及在赛场当中的配合能力 都是极高的 目前来看张震宁不仅拿到了47分 还有三狼榜三助攻 对张震宁如此优秀的 狼狼小前锋来说 他的职业生涯完全要到达巅峰了 因为过去的比赛 大家会发觉 一名球员能够拿到47分 那是非常顶级的存在 如今张震宁更是要去成为辽宁队的首发主力 以及成为狼狼的首发主力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大赛 大家都会发觉 辽宁队目前所具备的整体实力 依旧具备十足的把握 争夺冠军 除了张震宁拿到了47分 打出满分水平 另外 包括了团队当中的老将 韩乐军 也是拿出了 两双的数据 其中韩乐军有13分进战 更是有11个篮板球 作为36岁的老将 韩乐军依旧是赛场当中的顶梁柱 目前的韩乐军跟张震宁 两人的配合能力更是超强 让人十分的佩服 当然了 包括了李小旭的11分8篮板 另外还有莫朗德 赵季威等球员 相对来说 都是几个的水平 然而球队却有三人拖了后退 提到这三名球员 确实在赛场当中 一度都没有正常的发挥出来 分别是包括了于哲成 他出战13分钟以上 但是仅仅拿到了3分的数据 与此同时 团队当中的张俊豪 作为年轻球员的代表 他也出战了13分钟以上的时间 但仅仅得到了1分0个篮板球 刘燕宇更是仅仅得到了0分的数据 确实让人议论纷纷 但不管怎么说 辽宁队的乌哥教练在赛后 却夸张了这批年轻的队员 乌哥教练能够给机会年轻球员上场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锻炼 并不希望一开始他们就能够打出来 但是给机会他们去发展 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这确实值得大家去期待 第二大看点 如今张正林以及张宁 打出了爆发的数据之后 更是有望又选到狼狼的主力阵容 三大西杯的争夺冠军球队也纷纷出炉了 其中提到张正林的47分 还有张宁在近期拿到了38分7篮板 两大成员更是展现出了超强的水平 可以称得上是过去狼狼队伍非常期待的优秀成员 目前的张正林 他已经入选到了狼狼的首发前锋阵容 他成为了狼狼最优秀的小前锋三号位 而张林更是凭借着近期超强的发挥 他的严格防守 以及在赛场当中非常拼搏的精神和态度 值得大家去认可 也值得乔尔杰威奇把他纳入到大名堂 身高1米90的张林 完全能够去充当狼狼后卫线的阻力阵容 而张正林也能够去充当首发 这也成为了大家纷纷期待的地方 与此同时 随着辽宁队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上一场更是完成了大逆转 拿到了最终的取胜 大家会发觉 CBA的三大球队最有机会争斗冠军 目前首先排名第一的还是辽宁队 第二支则是新疆队 新疆队目前霸榜CBA的榜首 哪怕近期输给了深圳队 但新疆队依旧具备顶尖的能力 而第三支球队还是广东队 因为广东队过去拿到了第11座总冠军 哪怕现在的广东队整体的中锋外援 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大 还受到一些伤变的影响 但是在新的一个赛季当中 大家不要忽略了杜丰的带队能力 与此同时 广东辽宁新疆这三大球队 成为了CBA最有力的冠军争夺球队 然而第二名的浙江球中 已经完成重磅崛起的浙江广上 大家也不要忽略了 对此对比之下 大家觉得谁的夺冠机会更大 您更看好哪个球队 欢迎点赞 也感谢您的评论 谢谢大家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